比赛开始 那么今天身穿蓝色各场队服的新疆队 率先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秋春 那么正与跟不少的俱乐部传出过这个绯闻 那么最终还是跟这个青岛 以一个顶心的价格去完成了虚言 优先虚言权队赛 阿布鲁沙拉木开场 他自己也是说的 全队都在拿高分 但是9分虽然说低了一点 但是还挺开心的 是这种拿全队都拿高分 其实他就不需要得那么多分 是 克兰点一下 持球往里突 大空位的机会 于昌洞 三分球还是没进 好球 阿布鲁南下 两半球 他在上海的时候 本来他也不是说外线的一个台湾点 对 好球 新疆的防守对他要有所顾忌 是 还想玩一个 玩过了 改换阿布鲁好球 落地位 就错位了 又一犯规 又一犯规 这样基布森连续两次犯规 得看一下 技术统治上是三个不知道有没有更新 小外援这边青少队都是三次的犯规 都是三次犯规 三次的话要注意控制 这个次强到 大转换 基布森 这球不应该 转换的机会 宇昌栋反击大进 比较断断续续 打转换 球领人 哈达迪 但是这球就是没注意后面追放的哈达迪 雅当斯突了 雅当斯现在知道自己手感不好 也在 赵海龙上来就 难啊 其实这个是挡拆完之后 赵海龙往外弹可以传一下 赵海龙外面是能投的 好球 运气球 这球也能投进 15分 周一祥 大空位 现在不用着急 阿布图沙阿木转进来 稳扎稳打拿两分 压24秒现在 每个球都可以压24秒 漂亮篮下阿布图沙阿木 位置感真好 第一下拿球之后往里靠一下 帮助在近几年当中 算是青岛队 打出了也有不错的成绩 最好的一个成绩 造球 这边三分球也投进 对 扣 扣一个阿布图 阿布图 放过这机会 哎呦 没扣 132比106 那么凭借在下半场的一个逆转呢 最终这场比赛 新疆队是在客场 也是开了他们四连客的第一场比赛的一个胜利 那么继续延续了他们连胜的步伐